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简单哥 今天来教大家去处聊天界面的水印 打开今天的教学素材 砍桌加J,处理一层便于我们之后对比 养成砍桌加J这个好的习惯 好,首先这个水印其实可以分为几部分 第一部分,聊天块上的这些水印 第二部分,主界面的水印 第三部分,涉及到文字的水印 第四部分,涉及到头像的水印 好,其实上面部分非常简单 仿制图章工具 选择一下,把它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英文输入法中来下右框上键 快大画笔,左框上键,缩小画笔 按住ALT,当你的鼠标变成一个靶子的时候 鼠标左键单击一下,吸取一下 这时候在这个圆圈里,你就可以实时预览 你吸取到一个样本 把它移动到右边有水印的这个地方 注意啊,你可以把画面放大 第一步一定要对准 你后边就省事了,不然会越滑越歪 这时候你只需要鼠标左键 去不停的单击 包括下面也是一样 好,我们把这一条都给它去掉吧 这边也是啊,可以吸取这边的样本 然后在这边来给它做一个填充 好,看一下上面是不是就完美的去除了 之前的,之后的 好,底下的中间部分 这个就自然不必说了 因为它是一个纯色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选矿工具啊,把这个位置给它宽展出来 吸管工具吸取一下背景的颜色,out加delete给它填充 好,那这个位置就去除了 下一个位置,我们聊天矿的位置 好,这时候大家发现啊,你的聊天矿里边转角的这个位置被覆盖了 对不对,其实有两种方法啊,交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用矩形选矿工具,框选出上边好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去发现啊,这样的聊天矿 其实上下部分都是对称的 把它换出来之后呢 Ctrl加这,把它复制一层 再问到移动工具 这时候注意,我们的上半部分拖下来 它是不能直接用的,对不对 它是一个镜像 所以Ctrl加T 右键我们选择垂直翻转 好,这时候把它对上去 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啊 把它移动到我们想要的这个位置 好,那这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复制的位置过大了,对不对 给它添加一个蒙板 选择画笔工具 前景色要是黑色啊 因为我们用的是白色蒙板 把这个覆盖住文字的部分 把它擦出来 然后这个位置还有杂色 怎么办 回到背景图层 这时候简单粗暴选择画笔工具 按住ALT键 吸取一下矿里边的白色 直接给它画 再次按住ALT键 吸取矿外边的灰色 这个再给它擦掉 好,这个转角是不是就处理完成了 其实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中间的头像区 对不对 半透明了 很烦人 我们往下去找 有没有完整的 没有水印的图像 这个是有的 对不对 如果说你图像中没有 那非常简单啊 往下去找 比如说这个上半部分完整 那我们就用刚才的方法 把上半部分给它宽下来 然后再去找一个下半部分完整 就这个位置 再把这个位置给它分出来 给它组合成一个头像 我们要学会有这种 也不叫逆向思维啊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完整的头像 所以直接用小工具 把这个完整的头像 给它选择出来 看它加这处置一套 安堵的塑造 往上移动的时候 注意按住Shape的键 那这时候它就是在同一行 同一列往上移动 包括你向右也是一样 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好往上移动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 看不见什么时候能对其改变不透明度 好用键盘上的上下键来进行一个微调 调好之后呢 把它调整过来 头像上的水印是不是就没有了 回到背景图层处理一下背景 还是画笔工具 ALT吸取背景的颜色 把这些水印给它擦掉就可以 就是刚才在这边 我说其实修复这里边的文字框 是有两种方法的啊 第二种方法 我在这边也是给大家 简单突破 我直接用画笔啊 吸取里边的白色 适当调整画笔的大小 把油水印的部分直接给它折抹掉 因为它上下是一个直线嘛 吸取外边的颜色 把外边给它折抹掉 好 框里边也是一样啊 吸取白色 好 涉及到文字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依然用画笔工具 不过这时候你需要把画笔 适当的缩小一点 到文字的边缘部分 记得用画笔的边缘去涂抹 好 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样的修涂方法啊 不给大家做过多的演示了 这时候大家来对比一下 这也是之前的 这也是之后的 工具很简单 但是需要你耐着性子 一点一点去修复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 我来说你学会了吗 好吗 我来说你学会了吗 好吗